今天来盘点一下入夏之后呢 明星和博主身上那些高频出现的单品 都是非常日常 而且毫不费力的百搭时髦款 而且你会发现呢 最近它们都在打折中 首先呢是T恤类型 我们来看看当下最流行的一种穿法呢 就是上颈下松的搭配 修身甚至是颈身的上衣呢 搭配阔腿裤 毫不夸张的说 时光人们身上穿的最多的颈身体呢 一定是Skims Skims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单看它就是秋衣 可是又非常的容易搭配 面料又很软很舒服 那最近打折最狠的地方呢 一定是Essence 它的货和码数都非常的全 比如赵路斯身上这个短款呢 就在打折当中 它是一个crop top的短款 上颈下松其实也是非常修饰 身材比例又很显瘦的穿法 如果你觉得这一类太短呢 它也有一个标准长度 像猪猪身上的这件短袖 夏天再搭配一个小短裙和凉拖呢 就看起来非常的清爽和舒服 我身上的这两件呢 都是一个紧身的长袖款 Essence呢也都在打折当中 基本上就是一个快时尚 优衣裤的价格 就能买到非常的划算 一件呢是圆领的紧身款 另外一件呢 是领口有一个季带的设计 有一点小性感的镂空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 就是大家看 他们在穿这种紧身轻薄T恤的时候呢 外表看起来是非常平整的 没有内衣那个痕迹印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大概率呢 肯定是搭配了Skims的无痕内衣 我自己搭配的就是 他们一个基础款的小吊袋内衣 加了一个小小的胸贴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平整 完全不会显尴尬 所以大家呢 真的可以尝试他们的内衣系列 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我搭配这个小吊袋呢 最近在essence打折后 也就是20多美金 100多块钱的样子 那细心的朋友肯定有发现哈 今年非常火的小翻领POLO 大家看从20来岁的张元英赵露丝 到成熟知性风的高圆圆 她是自带运动休闲风的 会给人一种非常干净利落的印象 有朋友会担心穿POLO衫呢 会穿出那种老头衫的效果哈 所以大家选的时候呢 就选那种领口四粒扣或者五粒扣的 拉长脖子也更显瘦 刚好领口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搭配一些项链之类的配饰 那入下之后呢 这种POLO的连衣裙款式 就更适合也更方便 我这件连衣裙呢 就是一个四扣的小翻领 它的面料是那种非常非常轻薄的 很有弹性 所以很适合很热的天气 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品牌 Maison Kissini 它的logo呢 大家肯定见过就是一个小狐狸 目前来讲呢 还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 但我觉得它们会马上大火起来 因为它们签了Jenny做代言 而且在它的私服当中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品牌的搭配 我的借鉴呢 也是在Essence下单的 因为它们有打折 大家看它们的POLO衫啊 卫衣啊 T恤 这些都是特别清爽简铃的颜色 非常马卡龙色系的感觉 尤其它们家的帆布包包呢 也都是用了这些小狐狸的元素 可爱又时髦的效果 POLO的设计呢 本来就是自带运动休闲风的气质 可以搭配同样风格的球鞋 最近孙怡在POLO裙上面 搭配了一双高筒靴 确实很有辨识度 但说实话 不太适合当下的天气 可能在三四月份会更适合 那当下的天气呢 其实穿一双一次带的凉鞋 就非常适合了 简约又日常 那说起一次带的凉鞋呢 入下之后 我的视频当中有高频出镜的一双鞋 每次都有朋友留言问 就说明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简约 但又很抢眼的单品 如果夏天呢 只能选一双两鞋的话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毫不犹豫的选一自带 它是最常用的 而且永远都不会出错的 可以和衣柜中的任何裙装啊 短裤甚至牛仔裤搭配 配合度非常的高 而且整个人看起来呢 有拉长腿型和更显瘦的视觉效果 我的介绍呢 是来自7W9的沙发两鞋 它一自带和鞋跟的部分呢 其实是这种丝断的质感 带有微微的光泽 那鞋跟大概是3.5公分的样子 大家知道那种完全的平底鞋呢 其实穿起来反而不好走 我更喜欢稍微带有一点点高度的 那走起路来呢 它还有一个调整体态的作用 而且这双的脚感呢 确实舒服 因为它的鞋底是加了高弹的电芯 踩进去是那种柔软的回弹感 它有好多个颜色可以选 那我就选了一个最百搭的黑色 可以和夏天所有的衣服搭配啊 也是非常实穿的一款 很秀气的一双极简风的鞋型 比如刚刚我们聊过的Skims 他们家有个最出名的Soft Lounge长裙 就是虞书欣啊 宋颜飞身上的这个铜款 这款呢 就可以搭配一个一字带的凉鞋 就有了那种毫不费力的夏季时髦感 这条长裙呢 夏天穿可以说是无比的舒服 另外在这条长裙里面呢 大家也最好加一条 他们的塑形短裤打底 大家看他们穿起来的外观呢 都是非常平整的 那这个塑形裤就有一种自然的提臀作用 它不会假但看起来非常有曲线的效果 今年很多品牌的设计当中呢 都有一些不对称的元素 尤其可以在这种漏肩风格的上衣当中看到 比如普通的T恤呢 或者开衫以前都是中规中矩 它们属于我们衣柜当中的一个基本款 但是有了漏肩和不对称的元素之后呢 一下子就会有了辨识度 而且这种上衣呢 一般会比较修身 非常适合夏天的搭配 很显身材 我的这一件呢 它是一个针织的开衫 单边微露间的设计 这种不对称的上衣呢 它会有一点露肤度 但又露得刚刚好 很日常 比起中规中矩的那些上衣呢 它更能穿出松弛感和随性感的效果 我身上的这件呢 是来自Stord 它是一个洛杉矶的独立品牌 那这个牌子最有名的就是包包 是有一点复古的风格 有串珠这样特别精致的设计 比如Kindle背的这个包包呢 我看到Essence呢 也在打折当中 我这件开衫呢 也是打折买的 它是一个很轻薄针织的面料 这个厚度大热天穿是肯定不行的 但非常适合那种温差比较大 或者是夏天没有那么热的地方 马甲在这几年呢 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单品 其实单穿马甲是最好看的 搭配一条长裤或者是牛仔裤 帅气感就爆棚了 但视觉的重点呢 就很容易落在胳膊这边 比如我的大臂这边呢 就会有那个白白肉还没有练下去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显瘦的小心机 就是不用把扣子全都扣起来 这样随意的长 里面搭配一个背心作为叠搭 就非常有那种松弛感 也可以弱化掉白白肉的存在 今年的马甲呢 有一个趋势就是更加的修身 也就是女性化的特征会更明显 以往呢都是那种比较偏中性的风格 比如西装马甲 那搭配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变成邮轮服务生的感觉 那最近呢我买的两件马甲都是比较修身的款式 一件是针织的白色 另外一件是粉色的这款 这个粉色的面料呢 它还有亚麻的成分 所以会更适合夏天不会闷汗 这两件呢都是来自COS 好了那以上就是入下之后 在明星和各国博主身上出信率非常高的几款单品 其实都是很日常容易搭配的哈 尤其最近都在打折 买起来也非常的划算 所以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大家也看得开心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 这里是钢货满的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